其实股价的回调为什么相对来说是这么猛烈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说企业有什么大问题 而是说很简单打个比喻就是 很久以前的息率是去到期低的时候 股票基本上就不需要理会那些所谓风险日价 或者是十年期国债的无风险利率究竟有多高的问题 因为那个无风险利率是很低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股票炒到天比高 人家也不会有variation的问题 但是现在去到无风险利率是有机会去到3厘或4厘的时候 这个感觉一定会影响到股价定价模型的 变成对于股份,特别高股价的股份 股票一定会压制的 变成一个比喻就是说 如果现在的纳指在暴宿讲话之后 纳指打比喻价在105或者10,000或者9,000点的话 近乎写包单的股市是不会理会的 甚至是有少少倒枪头去解释为 最恶劣的就是这样,你说完了 这样就将股价升上去 但如果在纳指在13,000点 普遍的股份已经反达了50%至1倍的情况下 那么暴宿讲话就对股价的压制作用有威力了 所以这个我就会解释为 最近股市会议的比较有激烈的原因 你刚才也解读了Jackson Hole会议 鲍威尔的言论你的看法 以及未来的政策的走向 你觉得是会继续大力地打击通胀 其实看到利率期货市场也显示 其实现在真的做了一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就是市场觉得未来的9月中 加75点指的基率 其实已经去到7成的水平 如果在加息预期的背景之下 回到刚才第一题问你 你觉得美股会回调到什么水平才有较大的支持 或者如果你不想看点数 时间点上会不会确切加了75点指之后 那个回调就会稍微缓和呢? 我觉得如果在时价位上的确是有可能 要去到加息落地的 可能前后一点点的时间 美股可能在时间点上才完成那个调整 这些东西我也买的 第二个关卡就是在通胀这一件事 就是加息预期落地之前 我们9月左右还有一个关卡要走 就是说在9月大概是 9月初和9月中的时候 它公布8月份的通胀数据 就是对于加息的 或然率究竟是0.5A和0.75A 是有最后的决定性的作用的 因为其实上个月也是这样的 当我一公布通胀数据之后 加0.75A就是加1.1A 那样东西就去掉了 就没有了 变成加息就比市场预期少 是一格仔那么大把 所以变成就是说 这个月其实通胀数据 你看到表面上是6.4 其实6.4这个数据 即是60% 40%的数据 只要通胀数据万一一 又比市场预期更好 其实这个就可以立刻扭转了 OK 当然如果你问我直觉 或者问我纯粹直觉去估的角度 我就对于通胀数据 都觉得不太乐观 我觉得未必大幅好的市场预期 当然9.2%就不是预期了 但是你说是否真的可以 可以做一步滑滑梯的滑下去 按同比还是环比 那我就不太乐观了 OK 变成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加息仍然会相对比较 可能预期里面是比较快一点 变成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觉得有可能是 一直有个反复的上下震动 也不会直散的 微股 特别是纳指的别是不会直散的 纳指来说最多都是散散的 又不是每天跌500-500 这样跌下去的 OK 但是我觉得中间反复来 我都觉得是会比较偏弱为主的 我自己会觉得 所以我主要是看时间维度多些 反而价格 因为一般人是分析价格的方法 直觉然就是下面是哪个位置次 例如118、115、110 大家有各自不同的分析方法 但是我今次就采取一个双方法的做法 就是说我暂时不在价格 特别是在价格里面 我不估计底部 或者我不分析底部 我反而是向上推 是向上升穿哪些位置 我才再考虑一下 你是不是会下跌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 有些特别弱势的市况 你强硬去估计底部 谁不知它断断有断断跌的 相反如果你不断设定技术价位 是有趣的话 上方的阻力位 你不断一级一级压下去 它真的可以 你设定阻力 譬如设定了17次 它不断压下去 连续17次 你设定阻力位 虽然不断调低 还是真的钓得那么巧 是上不穿你的要求的阻力位 你用这样的方法 特别在弱势的股市 其实都是一种不失为一个方法 去推断那个 所谓相对然的低位 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说现在的纳指 4,415就有12000点齐头 我自己会觉得 如果你有点诚意去告诉我 你这么快 见底部 或者有些传定的迹象 你这么厉害的 你跟我升回到124 就是我打过这样的例子 当然了 如果指数再继续跌下去的话 我们就自然有自己的分析方法 去不断推高阻力位 至少在这里 今天跟大家见面 在第一级来说的阻力位 我就会认为 如果你不升穿124的话 那就不用聊天了 暂时就不需要如何去买入 我们开麦之前 朱长也跟我分享过 他们的基金近日 就是13点左右 已经沽清美股了 好 在这个背景之下 其实你们什么水平 你们才会吸纳 是不是升穿纳指12400 你们才会开始再买货 其实我们升穿12400 都是作为一个观察的条件 其实我的语气 我被迫使用得这种方法的话 其实我坦白说 都暗示 甚至都很明示给你们听 我对于美股的态度 或者attitude是怎样的 相对来说 没有之前是这样 事务忌揽素货 或者相对这么乐观 很明显的attitude是这样的 老实说 如果你的态度对它 相对比较乐观 你就不会用这种这样 是将阻力层层压下去的方法 如果你是用阻力的方式 层层压下去的 可能你的暗示 可能你会设计很多次阻力的关卡 你也有信心会升不穿的 老实说 这是一个比较悲观 或者是少少保守 谈保守的态度 另外我也想提醒 例如我们都是自己基金 例如做那些过股的角度 除了看纳指的大盘之外 我们都会看回股票个别的图形 就是我们所谓technical 或者是基本面的角度 去针对股票去分析 因为毕竟大盘还大盘 有时候这个个别的股票 基本面 或者现在的周期up trend 还是down trend 其实都是要去分析的 我也想提醒 特别如果现在进入了 是很明显的正式下跌周期那些 再加上现在的息率的预期 又是这么澎湃的情况之下 那些股票未经一个 比较好的correction 其实你很难摸到它的底 或者你就算是买多 你博去升 它真的只是和你升下 这个不会有一个 就是不要幻想自己 那么容易就买到 传说中三百年来的底部 这个你不用想的了 这个就是特别在周期 是向下的股票 这个譬如说你十万个版法里面 其中就是点一个的 很明显的晶片股 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所以譬如说 昔日英伟达 或者AMD 它多伟大都好 它过去现在未来 真是伟大 不过多伟大都好 总之它现在很伟大的下跌 然后我们就知道 下个情报就是这样